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戴尔公司收到1000元在支付完制造成本后还剩179元 剩余的179元发生了什么? 大约86元用于广告和管理费,销售和管理费用 13元用于研发,25.5元缴税 1000元销售收入还剩60元净利润 这一活动过程告诉我们什么? 一利润率相当低,1000元只有60元净利润 大部分收入给了雇员和零部建商以及公司运营 二,在研发和市场营销上投入较少 作为戴尔是好事,因为它是低成本生产商 但如果是医药企业,研发、营业收入等于1.5% 那就太少了,令人担心 当你了解到这些内容,再读以下内容就容易了很多 拿过一张财务报表,首先看现金流量表 检查公司去掉伪装后还剩多少现金 再看资产负债表,检查财务基础是不是健康 最后看利润表,检查获得多少利润,并查看毛利率 一,现金流量表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表是一家公司创造价值的真正试金石 不需要每一次都仔细检查现金流量表的每一项 因为这些都已经完美地包含在经营活动现金金额下 营运资本变动科目常常是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不同的最大原因 需要逐条分析 1.1折旧和贪销 不是现金费用,需要加回净利润 1.2营运资本变动 奢销和借钱都影响营运资本 因为应收账款增加意味着现金流量减少 应付账款增加则现金流量增加 存货增加则现金流量减少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包括花在长期性投资科目 如国定资产上的钱和长期性投资 2.1投资收益 公司投资已经赚取或亏损的钱 2.2发行购买股票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3.1支付红利 3.2发行新股 在稀释现有股价的同时充实了公司现金 3.3发行偿还债务 是否有借款或偿还了先前借款 2.资产负债表 平衡是资产负债等于所有者权益 1.资产 1.1流动资产 1.1.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企业的库存现金 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 流动性强异于变化为已知金额的现金 价值变动风险 很小的投资通常投资日期三个月到期 或清偿之国库券 商业本票 货币市场基金可转让定期存单 商业本票及银行成对汇票等 1.1.2短期投资 是企业购入的各种能随时变现 持有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有价证券 以及不超过一年的其他投资 1.1.3应收账款 是公司还没收到的现金 但如果不出意外 不久会收到的货款 应收账款比销售收入增长快 是容易出问题的信号 因为借出去的现金 谁也不能保证全部收回 把应收账款增长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比较 是判断公司回收应收账款能力的好办法 1.1.4存货 包括还没有制成成品的原材料 半成品和还没有销售的成品 存货对于观察制造业和零售业都非常重要 存货占用资本 现金变成存货放在仓库不能做任何事 存货周转速度对收益率有巨大影响 存货周转率等于销售成本存货 诸如高科技产品贬值较快的话 周转慢不是好现象 1.2非流动资产 1.2.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反映固定资产占用公司资金多寡 1.2.2投资主要指长期投资 需仔细查看并弄清楚投资标的质地 看其真正的价值 1.2.3无形资产 商誉是最普通的形态 商誉是收购公司支付的价格和目标公司实际资产之间的差价 报表里的商誉一般比目标公司真实价值高得多 应慎重对待这个账户 这一栏最好是空白 2.负债 2.1流动负债 2.1.1应付账款 是公司借贷来并在一年内要偿付的资金 它意味着持有现金更长时间 对改善公司现金流有好处 2.1.2短期借款 对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公司异常重要 因为全部短期借款必须很快归还 2.2非流动负债 最重要的是长期负债 3.所有者权益 唯一值得关注的是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是公司一定的资本数量 存续一圈时间发生的利润 减去粉红和股票回购后的基本记录 未分配利润是公司长期盈利情况的记录 3.利润表 1.销售收入 销售了多少 2.销售成本 只直接创造收入的有关费用 3.毛利 能给产品标多高的价格 能挣多少钱 4.营业费用 销售费用 加管理费用 经营管理是否节约 较低意味着较严格地节省了成本 巴菲特以营业费用毛利润 小于30%为非常优秀 5.折旧和贪销 这是不计入净利润 却没有实际支出的资金 6.非经营性损益 最好空白 公司习惯于把真实营业活动中的费用 加到这个项目 必须在注视中找到相关缘由 连续的非经营性费用 是管理层不自信的表现 7.营业利润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营业费用 营业利润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 因为它不包含几乎所有的一次性科目 营业利润 销售收入等于营业毛利率 这个数字可以跨行业比较 8.利息收益费用 公司为它已经发行的债券 和持有债券所支付货收到的利息 9.税负 通常是列在净利润之前的费用 要弄清楚现行费率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 税率如果一年又一年反复摆动 意味着通过逃税产生的收益 可能比销售货物或服务来得多 10.净利润 净利润必须结合现金流量表查看 因为它很容易被一次性费用 或一次性投资收益扭曲 11.股份数 报告期发行在外的股份数 包括基准股数和稀释的股份数 稀释股份数包括潜在的可转化为股票的有价证券 如股票期权可转换债券等 在这种股票商投资意味着潜在的缩水 12.每股盈利等于净利润股份数 如果不看现金流量表并综合其他很多因素 但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给我点个赞 留下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